大家好 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 PWP中的这个文件函数库以及目录函数库的使用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 这个关于文件的便利复制删除目录等实现 好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便利目录它的实现 便利目录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个目录操作函数 叫做opendir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打开目录巨饼 如果该函数成功运行将返回一组目录 一组目录流 如果失败将返回错误 好 我们来举个例子 因为这个都是一些实际的操作函数 我们就可能 以那个编程或者是说实例讲解为主 好吧 在我们的Lab目录下 在我们的Lab目录下 直接写一个T1.php 好吧 假如我现在 它的目录就是当前目录对吧 我有这么一个变量 然后我们有个 isdir的一个判断 它如果是个目录 我才进行这样的操作 然后 我把这个目录打开 我们opendir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打开了当前的这个 目录 然后我们 接着怎么做 我们再做一个 循环 就是便利读取嘛 对吧 好 我们的file 等于我们的 read dr 它不等于force的时候 也就是它能读到文件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读出来 这样 我们就能循环读出来这里面的这个 文件了 然后我们在 open完了之后 我们就要close 对吧 我们就close 好 我们现在这里面只有T1 这一个文件 对吧 我们先执行一下 看 它有三个 一个是当前目录 一个是 副目录 一个是 文件目录下面的 这个文件 所以我们在便利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两个 给过滤掉 好 我们在这里写个if if file 等于 当前目录 或者是 我们的file 等于 file 覆目录的时候 我们就做一个continual的操作 然后 我们在这里 我们还给它加点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只是把文件打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文件内容 那个类型也打出来 我们的file type 是吧 那我们的file type 就等于 这个 我们上一课已经了解了一个file type函数 对吧 我们dir 加上我们的这个file 好 我们这里也加上我们的这个 断行弧 好 我们在这行 这一次 就只把我们的这个te打出来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用opendir来打开一个目录的操作 那现在我们来写一个函数 我们要 辨理一下 这个目录里面的文件 如果目录下面还有目录的话 我们在 读学里面的内容 好 我们先到这里面建一个test目录 然后到我们test目录下面 我们 写上这么几个文件 假如说是 1.php touch2.txt 好吧 然后我再接个字目录 这subtext 对吧 我们再进到里面 再写个3.txt 然后 4.jpg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前目录 我t1 一个文件再加上test的一个目录 然后test目录下面 再有一个subtext 是吧 这是我们的目录结构 subtext里面再有一个3.txt加4.jpg 好吧 好 我们现在要来便利它 我们修改我们的t1 这个php文件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读一层目录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这里面这个文件 如果它是个文件夹 我们要依次能够便利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封装起来 封装成一个函数 我们叫做scan o o 吧 然后传递一个 这个文件夹的这个参数 对吧 啊 我们如果是个目录的话 我们就进行这样的操作 然后 在这里我们需要改一下 啊 我们这里不使用这个openDR了 我们在这里把它 先把它这里 读出来 那if is fire 它传进来的虽然是这个DR这个变量 但是有可能是个文件 也有可能是个目录 对吧 好 我们暂时就 写个这样的判断 如果进到了我们这个分支 它肯定是一个文件 对吧 如果它是一个目录 我们这里我们就 不来openDR这样操作 一个一个读去了 当然也可以啊 这样 这种操作也没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 先把这个住掉 这个外形 这个衣服 整个这里面的这个衣服 我们先注意点 我们来一个其他的函数 我们有一个什么函数呢 叫做 便利这个 chard scan DR 我们有这个函数 它就是用来便利这个目录的 然后我们做一个forEach chard c c 这里面同样的 如果我们这个chard c不等于当前目录 且 这个 它不等于这个for目录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便利地归 我们就直接传进去就好了 到这里要注意加一个 完整的一个路径 就如果我们走到这里面的时候 哎 我们就 再调用 这个函数本身 调用函数本身的时候 如果判断它这个tide 它是一个 稳利 这里面的这个元素 对吧 它如果是个目录的话 它就走这个分值 如果是个文件的话 它就走下面这个分值 好 我们检查一下语法 没有错误 来 我们执行一下 我们当前的这个是dir 当前目录 对吧 好 我们调用 是吧 我们在这里加一个输出 我们也要 把它一字输出来 就是dir 好 我们运行 看 传进去 第一次传进去的这个dir 是当前目录 然后 我们已经 把这个 第一 点Pg 打印出来了 然后 第二次 我们把这个dir打出来了 发现我们多一根斜杠 我们把这个斜杠给去掉 因为我们dir本来就是以斜杠结尾的 在这里再加一根的话 就比较多余了 来 我们运行 哎 发现 在这里有个问题 它并没有把它 输出来了 对吧 它只传递了 刚才我们加斜杠的时候 它能把里面的子目录 以及目录下面的这个文件都给读出来 当我们不加的时候 而且它没有打印出来 看 看它识别了 这个是 它四个目录 但是 它并没有 去读里面的内容了 好 我们这个 还是不能生啊 再实行 你看 是吧 这种读出来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便利目录这个操作 它其实就是一个地归调用的一个过程 对吧 好 接下来 我们来了解这个 函数的这个 这个目录的这个复制 或者是文件的复制 复制 我们要用的一个函数 叫做 copy 它是用来 拷贝文件的 它的 它正要 操作的 这里是 sauce 对吧 这里是 就是 就是目标地址 就把原文件地址 拷贝在这个地方 拷贝成功了 那就返回处 失败了 就返回Force 如果要移动文件的话 就是我们不一定是拷贝 就是重命名 或者是 就是LinuxMV命令的话 我们就要用到rename 好 来 我们直接上例子 我们把这个 假如 我们要把当前目录下 这个t1.php 改成 就是copy成t2 好吧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操作 来 我们搞个 copy.php 好吧 我直接echo echo干嘛呢 我直接copy t1.php copy成t2.php 好吧 来我自行 他出出来 1表门成功了 对吧 来我们退出这个当前编辑 我们 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多了个t2 对吧 字节数一样的 是吧 这就已经 改名copy成功了 好 copy一个文件 是这么简单 那我们来看 复制一个目录 对吧 那其实 复制目录 跟我们的这个 便利目录 就有点类似了 便利的话 我们是 依次便利 把它读取 展示出来 或者是 依次拿来使用 对吧 复制的话 我们当然 思路也是一样的 只是说 我们在这里 便利目录的时候 我们把一个文件复制过去 就是 子目录下的每一个文件 我们都要给它复制过去 对吧 好 来我们来写个函数 试试 我们直接 封装了一个函数 对吧 它肯定要递归 然后我们函数叫做copy.r 然后呢 我们这里叫做 sauce sauce.r 然后呢 我们这个 desk.r 我们就是把sauce.r copy到这个desk.r 好吧 好 我们现在 直接打开 我们的这个 sauce.r 我有一个一个 读取里面的东西 好 首先我们来个判断 就是 我能成功打开的时候 我才能去copy 对吧 并且 这个sauce.r 它必须是下个目录 它必须是目录 我才能copy嘛 它如果不是目录 那 我也是能录竟是呢 forse 而如果我们的这个 test 它如果我是个目录 就表明它不存在 是吧 它不存在的话 那我们就要尝试去建一个目录 建成功了 它就会返回处 建失败了 它就会返force 所以我这里如果目标地址目录 没有建成功的话 就返回一个force 好 当我们这些判断都判断完了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读取我们这个 原目录下面的这个文件了 对吧 如果我们的force 读取里面的文件 如果这个文件不等于当前目录 且这个文件不等于复旧目录的话 我们再来进行操作 对吧 那我们要判断一下 看它是个目录还是个文件了 如果 我们就用source 下面的写杠 然后这个file 如果它是个目录 那我们的可能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个目录 那我们就要递归调用了 对吧 好 那这些copy DR 然后这个叫做sourceDR对吧 我们把这个路径全部拷到这里 然后我们这里就是我们的desk 加上这个写杠 然后fire 然后copy不成功 我们就返回force 它如果不是个目录的话 那肯定是个文件 是吧 我们在这里写个if if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copy文件了 如果它是个目录 我们就递归调用 如果它不是个目录 我们就直接调用我们的这个系统copy函数 如果copy不成功的话 我们再返回force copy成功的话 它就返回处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外循环 然后我们在这里已经把这个打开了 我们就要close掉 closeDR叫做source 对吧 然后我们在covid玩错误 我们要访问一个true 来 好 我们检查一下语法 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好 那现在我想把当前目录 这个test 这个目录 复制成testout这个目录 我们来试着调用一下 看到有没有报错 当前目录的test 是吧 然后我复制成当前目录的testout 好 好 好 我执行 诶 发现 他报了一个warning 说readDR 希望第一个参数是一个资源 但是我们传递的是个使均 是吧 第二十二行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二行是哪里 诶 发现是这里 哦 我们这里不能直接读这个了 我们要传这个参数了 你看 我们要传这个参数 我们已经打开这个原目录了 对吧 这里参数传错了 好 那我们把这个挪下来 我们把到七到第十行 我们复制到二十一行 目录移动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把之前的这个判断放到前面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open我们的押 这个时候我们就设计到词盘IO 我们就放到它下面来 好 我们再来执行 诶 这一次他又报错了 这个说 第三十五行 看 那第三十五行也是我们参数传说了 然后 在第二十八行 告诉我们copy这个函数 它不能是一个目录 好 我们首先修改第三十 应该是修改这个close DR35行这里 我们再来看那个 好 这个没问题了 我们这个地方写错了 注意你看 我们这里是个目录的判断 我们这个else 要写到这个后面来的 我们写到这个 如果是个文件的话 我们这样操作 对吧 我们签到错误了 我们给它删除 移动下来 这样才对了 它如果是个目录 我们就递过调用 如果是个文件 我们就直接copy 好 我们再执行 诶 这次没有问题了 没有报任何 忘记错误了 是吧 那执行完毕之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当前目录下面 是不是多了几个文件夹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复制成了test2 对吧 我们进到test2里面看一下 看它里面的文件有没有过来 是吧 过来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subtest 你看它也过来了 是吧 好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目录的这个复制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删除文件 以及删除我们的这个目录 我们就叫做remove.php 删除文件 其实是利用我们的这个php里面的函数 叫做onlink 里面传一个文件的这个pass地址 就是一个路径 就好了 它的作用就是将指定的这个路径作为参数 就把这个对应的路径给删除了 文件路径可以声明一个路径的变量表示 将其复制为目录名 或者是文件名列结的字母串即可 好 那我们删除一个文件的话 我们就直接这样onlink 是吧 然后这个是一个pass路径 这个pass路径呢 就是一个像刚才一样的 假如说我们当时要删除 当时要目录下test目录下面的这个1.php 我们就这样直接传进去就OK了 这是删除一个文件 很简单 那我们看如何删除一个目录 删除个目录 无非也是要跟我们这个 刚才复制目录 有点类似 我们做一个便利 肯定是 对吧 好 我们直接上一个函数 我们的函数名叫做dear.dr dear注意 然后我们传个目录进来 是吧 传个目录进来的话 我们要打开它的话 首先我们要open.dr 当我们打开的时候 我们如果 我们要read.dr 我们一个一个把里面的东西给删了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外循环 对吧 然后 同样的做这个目录便利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考虑到的一件事 就是把这两个东西给过滤掉 一个是当前目录 一个是附近目录 只有当里面的文件不是这两个目录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操作 好 那我们当前这个目录叫做dear.dr 加上也刚之后的这个file 这是一个全的这个目录地址了 对吧 它如果 不是一个目录的话 它就是个文件 文件的话 我们要删除它的话 就直接是onlink 这个fullpath 对吧 好 如果它是个目录的话 那我们就 还是以 之前的思路 我们就 便利 递轨 删除 这样一个 把这个目录传进去就好了 我们这里注意 是传一个fullpath 参数不能给错了 给错了之后 就实现不了我们的功能 把它调完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目录给关闭 然后 我们再来看 当它这样 调用 调完之后呢 把它里面的内容都删完了 是吧 那我们要 我们再有一个remove.dr 把它的 这个目录下面的内容 以及它的指目 删除完毕之后 我们就把当前的目录删除 对吧 如果删除不成功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写个writtenforce 我这里没有写else 如果能进到这个eaf里面 它就直接函数就返回了 对吧 如果删除不成功的时候 它还会执行到22行这里来 好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dr dr test 可以经常容易传说参数 来 我们再执行 好 在这里 打告诉我说 no such file or direct 在这里不存在这个目录 或者是文件 我们看第四行 从第四行开始 不准的这个文件 刚开始打开就有问题 好 我们ls一下 看 已经没了 发现没有 已经被我们删除了 那我们检查一下 是在哪里被删除的 应该它是在上面的时候 就已经删除了 对吧 那这样 我们直接copy一个 这cp 写错了 好吧 我们现在有个test 我不确定是刚才应该程序是没有删除的 它应该是之前被我删掉了 可能 那我们跟踪一下 打开目录 图取里面的文件 如果它是个文件的话 直接删除 如果是个目录的话 递轨电容 对吧 把里面的文件删了 然后把当前这个目录关闭 关闭完之后 我把这个目录给删除 好 现在我确定这下面已经有 这个test2目录了 对吧 好 我们必须去询一下 你看 现在就没有问题了 test2也不存 不存在了 是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目录的这个删除 那这一刻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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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